哇 今天居然来了两位漂亮姐姐 你们都是谁呀 我是大乔 我是小乔 今天我们是亲姐妹 怎么了 怎么了 慧哥我只是使用了一个女性角色而已 芙如宁芝如花思域 是不是非常美呀 还有我 还有我 窑窕淑女绝对佳人 是不是隐恩好看呀 嘿嘿 没错 别看我们俩姐妹长得美丽动人 但其实我俩可是联盟者哟 啊 果然人不可貌相 长得这么好看居然是联盟者 你们等着 我这就回去喊我的人类兄弟 过来灭掉你们 既然来了你就别走了 小乔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技能 好嘞 看我的受放至善 直接拿下 欢乐周五到 慧哥终于来报到 过了个大年 是不是很想慧哥呀 别慌啊小伯们 慧哥马上就来介绍 首先听我朗读一首诗 东方不宜周狼辩 同却春深锁二乔 什么呀 你们猜到了没 本次更新的一堂皮肤是谁呀 没错 就是大乔和小乔 作为三国体裁中非常出名的美女姐姐 你们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呀 而且我认为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看的联盟者 你们觉得慧哥说的对不对 嗨 只要下班们来个小前的点赞 慧哥这又教你们如何解锁 而且慧哥 脱钢了这么久的逼热浪夫 想要点赞 我看你还是直接上下班们的 通缉令表情包吧 不去 这就被通缉了 不对呀 你这个表情包很有特色呀 你这玩哪来的 不知道了吧 最近新款视频上线了豆兔之巅 只要搜索豆兔之巅 然后咱们点击加入 就可以制作属于自己专属的表情包 你的这张通缉令就是我制作的哟 哎呦 厉害呀 那让我看看还有什么 我去 达人家族里面不仅有你 还有小浪秀尔 挖卡和小子 那以后我也能自制表情包 不用天天去评论区倒图了 这才难到哪 电脑这里有不同的表情包 而在狗同意来还有各种的隐藏表情 一会哥 有你要是再敢通缉 下班们制作的表情包 肯定就会搬着你的评论区咯 好 那咱们话不多说 这就开始教一下班们如何解锁 首先是大桥 咱们先去神秘商人那里购买月光宝盒 然后点击使用 咱们就能穿越 这样主界面会发现一个摇篮 点击它获得一个婴儿 然后再来到皮肤界面这里长按 点击加速 就可以解锁大桥 哎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呀 但是这次还有第二种方法 那就是等到每晚8点10分到8点15进入游戏 同样也可以发现摇篮 剩下的步骤就跟前面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决定用哪个方法解锁哟 哎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呀 那好 慧哥这又带着你们体验一下它的技能 直接进入游戏 大桥只有一个主动技能 名叫漩涡之门 来 你们看 只要咱们开始攻击人类的大门 就可以为技能充能 这不就一层了 但是相不要慌 咱们可以多充能两层 OK 这个时候点击使用 就可以消耗功能的层数 将房间内的建筑 传至房间外面 是不是非常炫酷呀 妈靠 你在搞什么 哎呀 这都是小场面的好吧 先把这个人类淘汰掉 然后咱们继续为技能充能 最多能充能十层 只要充满了 慧哥就能给你们来个大场面 稍微等一下 兄弟们 OK 终于充满了十层 咱们找一个建筑多一点的房间 嘿嘿 小人类 我要来咯 哎 别别别别别别别 什么别别别 直接走你 这种十个建筑都被传送走了 这人类根本就没能力防守了嘛 拥的胜利 简简单单 好了 小伙伴们 大乔说完了 咱们就来说一说可爱的小乔 巧了吗 这不是 小乔的系统方式和大乔完全一样 相信辉哥不用多说 你们也会解锁了吧 那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哈 直接体验技能 首先小乔的被动技能是远程攻击 咱们不用靠近大门就能完成攻击 省去了不少赶路的麻烦 但是还不够强力 真正强力的技能 则是它的主动技能 胜放之善 面对人类的大门之后 点击使用 就能摧毁沿途的建筑 就在前期能帮助咱们迅速提升等级 发育起来的我们 那还不是谁挡灭谁 当然了 进入游戏后期人类的建筑变多 也不用担心 主动技能一样可以一次摧毁多个建筑 哎 大乔是传走人类的建筑 小乔是摧毁人类的建筑 不愧是姐妹呀 技能都这么强 我的游戏胜利也是轻轻松松啦 好 这就是本期别人能复的全部内容啦 你们喜不喜欢这两位可爱的联盟者呢 嘿嘿 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